Hero9今也有孙并杨玉环 对 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争夺这两个焦点 而且猪八戒如果说你上了半位的话 那么这个孙并杨玉环这两个点的话 是很有可能两边一边一个 对 然后XQ这边他们的中路九尾 还有一个英雄嫦娥还在手里 还没有出来 之前的话我一直在说 就说XQ现在的打法不够鲜明 但是今天的比赛让我赶关了 他们的打法挺鲜明的 对 然后XQ现在当局比赛 他们还亮出了一个英雄 就是宋空和鬼谷子 他们都有可能出 那么究竟两边会拿出怎样的阵容 让我们进入XQ与Hero9今的决胜局 是的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局比赛 双方的英雄池都所剩无几 BP开始 先扮盾山 有没有可能跟之前的这个BP一样 这个猪八戒放不出来 是吧 笔信上了半位 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孙并这个点 对 这非常关键的点 XQ也不会把太野这人给到Hero9今 如果Hero9今在这个时间点 拿出太野这人打一个伴养猪瘤 那对于XQ来说是很致命的 对 猪八戒还是不给 对 搬了五局了 是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看XQ一楼会不会先把孙并拿下 拿下了孙并 孙并 这时候孙并一拿 很关键 其实Hero9今不敢拿杨玉环 对 很关键 但是我觉得Hero9今可以参考一下昨天的比赛 米莱迪是对阵孙并和杨玉环这道 倾线速度不快的中路英雄 比较好的选择 或者说米莱迪是一个针对节奏慢的阵容非常好的点 对 而且现在双方应该 Hero9今这边有没有出张飞 好像没有出 对 没有出过张飞 底下看得一清二楚 是的 张飞还没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完全可以把米莱迪的张飞 推进体系拿出来去使用 包括马可 波罗 他们这边也没有用 吕布他们也没用 其实黑油酒精这边没有用的一块挺多的 这样看来 黑油藏得好深啊 把这首吕布藏到了第五局 是的 面色凝重 九折教练 这一位培养了很多很多 优秀选手的教练 你说Hero9今也可以称得上是我们KPL的黄埔军校 对 教练九折就是校长 是的 张飞还是出了 XQ现在想想杨玉环拿不拿 拿不拿 如果你这时候把杨玉环拿了 对面黑油酒精出个米莱迪你就很难打 对 很难很难打 你要说出米莱迪的话 你看张飞喷塔 举步跳塔 封你的防御塔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使手 是的 你守不住 杨玉环现在 杨玉环从上上上个版本还是 应该是两个版本之前 你就是上个赛季的时候 杨玉环进行了一次削弱之后 他清线速度变得极极慢 然后从那个时候米莱迪就是打杨玉环的一个非常好的手点 战比赛XQ还有曹操和王昭君没有使用 王昭君是一个清线比较强的一手 就如果说对面拿一个米莱迪的话 他可以完全在后手把王昭君给拿下来 对 曹操是可以拿的 曹操可以拿的 曹操在单线上可以在前期压制住一部这一手 好 苏烈XQ也把他留到了现在 对 上一局比赛是黑瑞玉环进把他给抢了 是的 这两手拿下来的话在打架方面是比较占优势的 苏烈和曹操在背上一个孙并开写 前三手的钻能力是非常强 现在对于黑瑞玉环进来说很难受 他们要选什么 因为对面没有出中路 对 难不难受 而且孙并还有可能走中 现在要不拿个打野吧 把打野出出来 对 把打野出出来 他们现在打野的话 刘备 李元芳这些功能型适合城下的都还没 马可波罗 如果你要选马可波罗东升尼的话 有可能会比较 哇 别慌 九成的不知火舞也很厉害啊 是的 他的不知火舞也是非常秀的 今天是新老不知火舞啊 看看谁能登上那个宝座啊 这个赛季应该只有他 这个赛季只有他俩用了不知火舞吧 这也太刺激了吧 这场比赛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对 不知火舞选出节奏核心 看一下 而且Hero久 Hero久禁他们的孙上香好像也没有用 用了吗 没用 没用 对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照搬上一局 Execute阵容 Execute阵容 我也拿一个孙上香再配一个不知火舞 完全够的 完全可以的 对 然后中期不知火舞带节奏 后期孙上香收割 他们真的要打大河的话 边路还可以去补个刘邦去保他 对 在线边 是的 他这个阵容完全可以 张飞可以保 再选个刘邦保 对 然后选个孙上香 这个阵容是可以的 吕破抗压 看一下XQ搬了什么 搬了 哇 刘备加上一个公孙黎 那还有孙上香呀 对 但他们可能觉得孙上香还是可以去一战的 敌人杰 敌人杰 这是一个 鎖了 秒锁 秒锁敌人杰 这打野是谁 猜一下吧 赵云吗 不好说 Execute现在 没有了沈梦溪 所以这个敌人杰现在说这个环境很好 他可以拿王昭君 我觉得王昭君这局比杨宇环要好一点 你看现在XQ没有了牛魔 没有了吕布 没有了关羽 也没有了沈梦溪 也没有了白旗 也没有了顿山 对 现在这个敌人杰就是爸爸 是的 发育起来就是爸爸 对 他就是个爸爸 没发育起来是个弟弟 是吧 那可露露 也是长到现在 中路的话 我觉得王昭君和其他的法师来比的话 可能会更好 因为王昭君能够限制射手的输出 对 你站在我的圈里面的时候 你这个能减攻速 XQ没有 没有什么王昭君这些 我要跟你守着打 我就要跟你攻 我这个时候要向大家道歉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这个 你别忘了这是XQ 他们虽然换了这五个新选手上 但是俱乐部还是XQ 我为什么要道歉呢 文化还是文化 因为我刚刚说了刺客里边 唯独少了一个上官婉儿 新出来的 对 这个英雄我跟你说 秀起来也是非常可怕的 上官婉儿 这敌人杰这局不好说 对 包括不知火舞也不好说 对 就看两边的中路了 而且不知火舞中路 清线还没有晚而快 不是没得快 是慢态度 完全没有 完全比不过 完全比不过 可能你丢一扇子 他那个限远已经清完了 清完了 然后玄测也是一个带节奏的英雄 但是玄测对于敌人杰来说 敌人杰可以反制他 对 赵云 赵云 赵云老师刚才也说了 敌人杰走憋的情况之下 赵云配合敌人杰是最好的 对 还是XQ换成玄测了 玄测这个点的话 我觉得没有小鸟好 因为其实黑柔这边 跟他的阵容一级 是不大可能去入庭的 就是可以跟他打到一个 中期和平发育 然后小鸟凭借一波高爆发 对吧 我是觉得XQ他们想打压制 有可能 就是一波把你撵到死 对 不给你任何机会 对 他们不想 就是这局比在XQ 还是跟上一局一样 顺风 得以 军事 得以 逆风 拜拜 再见 逆风直接结束 对 这个跟我们上个赛季的 YTG有点像 对 反正我就给你打一波 一波打不完 那咱就输呗 对吧 就这样 我们XQ这个赛季 变得还是很多的 挺多的 就是这群新人上来之后 他们似乎把俱乐部 那种激进的那种感觉 再往上又拔了一层 因为大家还记得 第一赛季阿泰 带领着XQ的时候 我们给他 说他是虎王阿泰 当时就是蒙古下山之士 而现在 这只新生的XQ 恶狼传说吧 恶狼传说 那是DL 没事没事 可以讨厌过来 对吧 五条狼 很凶狠 贱人就咬 XQ这一局 拿到这样的一套 进攻型阵容 而且还有着孙敬 提速 Hero9竞在速度上是肯定赶不过他们的 就看Hero9竞这一局比赛 能不能把自己在一八点三贯王的一个韧性给打出来了 是的 今天的比赛 今天的比赛前也说到过 Kero9竞 是我们目前 赛场之上任性最高的一支队伍 从第一周的场均时长上可以体现出来 你别说第一周了 就今天的比赛 对 很多场都打到了20分钟以后 是的 主持人 主持人 战无止境的XQ对阵盛战传说 王者跪来的Hero9竞 让我们进入他们的决胜局 我是Pinco 我是九天 XQ XQ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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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听到比赛 那么 上面的话 像敌人别去啊 敌人去走上路 让敌人去走上路去发育 而且红buff在上路 是的 因为主攻 主攻攻肯定是在下路的 所以是把这一手 女步放在下路去打两分钟 这一波暴军环 我觉得很聪明 因为敌人去打曹操并不好的 对 容易被他一段这个 呃 一技能三段 打成残血 而且曹操在前期的话 你看下路 九龙这边也不虚他 你要过来跟我消耗 我就跟你消耗 对 这个对线还是对于Hero来说 占很大的优势的 上路的敌人去打速裂 是很好打的 对 所以也没有什么 呃 突脸的一些 伤害性技能 就是他打一套之后 他就没伤害了 他往回撤 往回撤的话你A他 他肯定吃亏 是 而不组合武 其实你看 倾线上真的是比不过晚啊 对 晚了就远程用二一技能 基本上是两个二技能 一个一技能 一波兵就没了 或者说是两个一技能 一个二技能 嗯 这样的话 敌人杰是 应该是要吃自己家的 红buff了 哇 这个敌人杰待遇好高啊 我说了吗 这一局敌人杰是个buff 他这一局 把赵云的红buff吃掉了 赵云这一波应该是 到不了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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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赵云可以到中路来 看看能不能分一波线 来口波线吧 他不分 啊 他不吃线啊 这是陈相 不是 他不吃线的话呢 到四了到四了到四了 打过去 杀到了 杀到孙必 孙必有回血 对 基本上等于无伤 嗯 但最初身上的血不是很多了 哎 用二技能的盾体一波炸弹 是的 暴君马上刷新 这波苏莉还没有赶下来 全侧想去上路抓 这波是想要放龙 去压上路敌人杰的发育 但敌人杰手里有二技能在 所以你应该不好抓到他 对 而且这波苏莉也不敢下来 因为一旦他下来之后 射手的点塔能力是非常快的 对很快就点完了 可能他刚下来这一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面 上路的一塔就没了 那黑肉酒精这一条暴君是可以直接收掉了 是的 宛儿现在有四级的 不住后进到周线吧 宛儿打惨 陕仙交来要蹦大招 过去抢 上天 飞过去之后没办法 陕仙交过了 直接控死 控死了 宛儿交出了一血 人都给到了赵云 圆设 一个已经能走掉 能不能走 一扇子 长头过来砍 一个人拦三个 砍 还在砍 但是输出不够 没输出的呀 陕珠和我赵云以及张飞这三个人 强行压进对方的野区是很难受的 是的 这三个人中的能力太强了 没错 刚刚那条暴君也没有拿到 所以让这个黑肉酒精有一个等级上领先 对 那刚刚这波的话打下来就很占优势 并且 刚刚上关瓦儿的闪现已经交过了 他再进场交大的话 基本上落地就必死 吕布只要朝着他落地的位置放个大招 他就 跑不掉 对 宛儿其实刚才那一波的话 他其实只是想刷出自己的大招 对 但是他要知道 上关瓦儿的技能 是大招撞到技能之后的那一下爆 伤害是很高的 但是他把一技能往下面放 打了一个90度 基本上是让自己的大招前几段飞 没有打出任何的伤害 然后上天之后消耗 然后自己上天之后的所有的弹幕 全都被黑肉酒精给抵消掉了 分担掉了 但这波没打过之后啊 直接导致的就是现在上关瓦儿的节奏了 然后不知乎能够很轻松地到处去游走 对 你看上路压了一波冰线 压了一波血线之后 中路再回去清一波冰线 这个上关瓦儿跟不上 跟不上黑肉的节奏了 就只通过那波团战 因为中路的话有赵云和 打着打过去想飞大 但是三个人分担伤害啊 上天了上天了 杀不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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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支援能力 主要是太快了 刚刚那波是主要因为 他死了一波 死了一波之后 中路线他没有抢过 是吧 被这个九成抢到了 那这一波九成阵亡之后 反而是他线能抢过了 那节奏又回到了 XQ和MJ9进行双方的手里 不是单方面的节奏了 而且边塔并没有 被敌人杰给压住 如果敌人杰五分钟之前 没有把边路的外衣场给压掉 对于敌人杰来说 也很难受 但是敌人杰这局 发育的速度非常快 已经达到3000经济 对 他的末世已经做出来了 五分钟的时间做出末世 上路还有想法去蹲 这波得回防 这波是反包 四人包夹 卡住你的位置 不让你过来 苏联将大招开兵线 这波的话防御他 血量并不是输了 上关完啊冲过去 上天一道节打满了 赵云直接被秒杀 苏联还有被动在卡下 被三灯点起来 是的 没有死掉 减人杰虽然四周环境还不错 但是没有了赵云 开先手的情况下 有张飞的大招 只能保护自己的队友退队了 上关完这波选择是很聪明的 九尾他选择的方式是 无视九成 以及无视掉最初 直接利用张飞作为肉体跳板 冲到了自己的塔下 然后刹车放一技能 然后拖到赵云的脸上 刚刚这波也很难受 就是黑肉九尽啊 他们这个地方 想要把塔其实要很大程度上 依赖这个张飞以及吕布 但是刚刚这波吕布是不在 张飞的话呢 就是给到作用比较小 他要保自己家的后排 对 所以没有选择喷大去 破这个防御塔 这最关键的 而且上关完确实入场 入的非常到位 他先手了之后 张飞必须要把大招 交给自己家的这个后排 保护一下 很到位 入的很到位 很到位 选择也是做了一个漠视 上轮那波打完之后 XQ的经济形成了一个反超 选择做漠视 这个比较少见 做漠视 我也没有很大 我基本上没见到过做漠视 对对对 可能是因为对面 张飞 吕布 赵云 但是我觉得还好吧 赵云这一场比赛 出的就是出装啊 他只出了个肉打野刀而已 可能习惯不一样吧 有些人觉得这个全侧 他的攻速有点不太够 出了一个抵冈之靴之后呢 没有弥补攻速的装备 他打得很没有手感 像我就是 不喜欢出抵冈之靴 我只喜欢出 我现在能够理解的 我现在能够解释的是两点 第一他突破是打张飞 效率更高 第二他突破是又回血又攻速 美国再杀一个 对 上天回头再把血量压低 抽到一个 但是没有办法拉回来 上面有大招的 张飞二级跳走了 嗯 这节奏对于XQ来说非常好啊 自己领先了1000块 但是他们这个 宛儿确实 发挥的不错 中路上已经领先了 对面的不知火舞 5000金 呃 500经济了 主要是他这个轻线快啊 他的支援 包括他的入场 都有一点难办 对 就是不知火舞 他要入场 他看得到 拉回来 拉回出吕布的大招吗 吕布应该是可以的 有二技能 吸了个盾 抵消了一个猪猪 还可以 你看要987出了末尸之后 他下一件装备 有可能是要补的是最新锤 然后他自己的话 哎 这个还要打吗 想要强行压塔 想要强行压塔 想要先把这个塔拔掉 有机会的 拔掉之后 吕布就很危险了 还是原地条的 对 没人帮就很难走了 没勾到 没勾到 那是不好说 赵琳这一波大招 可以长足大家扎了个地板 走位 走位 走位了 走位了 但这波看 别慌 这波单杀有吗 一扇子没丢中啊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没成功 是的 没吃着 那下路的二塔 还被草召给拔了 二塔又没了 平动虚撤 等于没了 基本上就没有了 对 这波太关键了 吕布那个大招原地跳了之后 基本上等于宣告死刑 没有了防御塔的掩护 很难守 经济上拉开到了将近3000 这对于Hero久经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是的 因为下路的二塔压成那个地步的话 也就意味着F2接下来要把主攻路放到上路 而敌人杰 将会非常充实 敌人杰现在还站不出来 他还需要大概4到5分钟 甚至是10分钟 如果是劣势局的话没地方打钱 他必须要10分钟 19分钟可能才神装 对 今天杀到了孙病 那孙病二级生给敌人杰了回来 回身掉了个神墨 现在敌人杰到三个人 现在敌人出山还比较早 更多的需要把目光或者是大梁 跳在九成身上 但是九成这场比赛被对面的上关玩 听线速度影响得太恶心了 压制的太惨了 听线你看兵线还没过来 清掉之后 敌人杰自然来到中路去打一波防御塔 但是没办法 敌人杰 龙还被拿到 曹操拿到了 对 但是这个小暴君不影响 曹操开大楼直接往里操 小瑜直接被秒 对 1987这边刷新了自己的被动 然后进场之后 敌人杰瞬间阵亡 再一下 再一下 是的 敌人杰瞬间阵亡啊 这是一波零换二的团战 打完之后还可以入侵到黑肉球进的蓝区 反一个蓝buff XQ气势打出来了 对 从第二第三局到第五局 气势在慢慢慢慢的累加 黑肉球进今天被打得有点懵了 对 他们没有就是这场比赛 不知火舞没有像上一局那样 做出那么大的一个贡献 没错 就是因为兵线的牵制 赵云 掌切对方的后排不大好轻啊 这场比赛 我觉得赵云更多的保前 保自己家的后排会比较好 就打前排 这个上关完啊 他差一下普攻 对 差一下普攻 就可以把黑肉球给收掉 没错 他直接突进去用这些大招 硬突凝植的脸 这一局 这一波团战 凝植也打出了很高的输出 是的 但不知火舞的伤害并没有打出 只打出了4000的伤害 超多的时候打出了9000 黑肉需要发育 黑肉这个阵容需要大后期 敌人节 吕布这两个点一旦成型之后 XQ也不好说 现在经济差拉开到了5000 马上XQ就要对这条主宰有所动作 上路防御塔只要拔掉 在蹲人 现在攜带的就是九城和城下 这两个中野的联动了 对 这两个中野只要联动起来 能够抓掉XQ的一个人 那么Hero就能够控制住主宰 别慌 这个地方两边都在蹲 都不管下路的兵线 其实这个时候啊 如果说XQ分掉一个人去带 带下路兵线 那么这么一场 四打五他们也是能够苟住的 他们有黑暗高军的buff 只要能够顶住压力 然后呢等到兵线带过去之后 对面必定要人回防 回防之后呢 凭借自己的经济优势 包括等级优势 再去开交主宰 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曹操现在就选择带下路了 他就这样去做了 对 然后上路的兵线 也被苏裂给他断掉 对 这时候如果 Kero久境 可以打龙了 所以要去选择带下路的兵线 就可以让XQ把B带给停掉 选择已经去了 选择可以solo这条主宰了 张飞在看 但是张飞一个人看没有用 看没有用 他这局带的是一个加血 并不是重击 你说在赵云不在的情况下 不知火舞 位置很尴尬 哎 拍起来 没有输出跟上 对 只是把烧席全部逼退 别慌别慌 张飞王进场 哎 我的天 张飞这个大招很关键 把张飞王给喷死了 吕布大招落地之后 这一波想要把S都全部撵走 不知火这一战子命中了 生病再开个二级灯往回拉 应该是能够跑掉了 吕布再来一下 迷进走位 扭了个屁股躲了 不知火舞一战子 但是 勾住了博武 玄特在草里勾住了火舞 把火舞给秒了 吕布大招 往里头 一人战胜一打四 但是 敌人杰的组组环境非常好 持续组组 打了一波 小团灭 哇 这一波 这是一个二换三 回头 一换三 还可以去回头 打这一个主宰 主宰 这一波打完之后 黑肉绝技瞬间节奏逆转 九成只是这一波团战的忌品啊 是的 他这一波的话 主宰打完之后 马上兵线上的压力 就会减少很多 而且经济上也会拉近 那么这样来的话呢 那敌人杰 我们看这波 中间的时候被金牌定住了 哇 这个一个金牌 加上张飞的一口大招 心态的喷崩了 对 然后九成进场之后 打了一扇子 还想持续逐逐 在边缘不断的疯狂进攻 然后进场 旋侧这一勾很灵性 秒掉了一个人 但是秒完之后 我一直觉得就可以走了 其实与其说旋侧灵性 不是说主宰灵性 一巴掌 把这个对面两个人给限制住 不然的话这波追击 同时进去的话 还有可能这个不知火舞 都死不掉 对 还能打 不知火舞 死可能有点 不死可能有点困难 就是那个主宰拍了一下 对对对 拍了一下导致他们没有所有人一起进去 而是一个个进去 对对 没有一拥而上 对 这样的话节奏不好说了 经济拉奎 到了两千多 快三千 也能接受了 主要是敌人杰装备成型了 现在已经是末世无尽加破脚 三件套成型 后面出了一个明刀 加一个魔女 就差不多了 这条龙拿完 我个人觉得只是延缓了 X2的进攻 对 但是就是黑肉的机会 对 因为这条龙能够让黑肉酒精 把精致给他拉回来 甚至于说能够有大可能性的拉平 但是我们再来看一下下路的兵线 持续的处理不好 黑肉酒精这一点上 需要立刻的反应过来 这一条大招正起来 天 时间秒 哇 这一个 关键时候 还是没有稳住啊 阵亡一个中路之后 35秒钟的复活时间 这条主宰等于白拿了 白拿了 白拿了 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过去啊 新版本身心完了之后 这个墙边草 是极其具有危险性的 对 脸探草丛在大后期是不可取的 而且是一个中午脸探草 辅助脸探草的话 可能还好说一点 这一探 外塔全丢 全丢掉了 没了 本来是黑肉酒精 能够凭借着这条主宰先锋 把对面的外塔给拔一拔 而且还可以把经济相对于来 都追一追 现在 九成一死又没了 又是三千了 四千了 三千 马上黑暗暴君 这边 黑肉也控不住 还是要被XO拿到这下黑暗暴君 换了 这个末世换成了吸血之刃 可能也是后期这个攻速差不多够了 对 攻速够了 然后其实前期吸血的话 其实一个末世差不多 嗯 他主要是出了抵抗之血 确实攻速不够 不好打出一个节奏来 对 双方王现在都在稳一下 也都是一波的事情了 说实话 敌人杰推打非常快 上官网啊 对于敌人杰的威胁太大了 敌人杰需要留金牌 嗯 不留他 流人 想留苏烈 苏烈很肉 但是赵云把大招留给了一个苏烈 不好啊 曹操这一波如果要跟过来包护的话 皮肤九斤是不能打的 对 是打不了的 其实现在我觉得赵云的大招啊 第一是用来开先手 第二的话呢 其实用来保自己家后排就够了 对来看一下 哎哎哎拍一个赵云 赵云比较脆啊 被选色勾到 但是没有后续伤害 不住后五要来了 曹操应该是看到了不住后五的位置 是的 双方在互蹲 不住后五在蹲曹操 曹操也在蹲不住后五 哎一扇子丢过去很痛 要小心了 但是家里兵线确实不是很好啊 对 黑暗暴君还是得放 让吧让吧 不想让 不想让还要打 不想让 打是可以打的 但上路兵线确实不好呀 接盘接到了 最后一下 拿到了呀 拿到了黑暗暴君 拿到就走 对拿到就走 上路兵线 因为刚刚曹操不在 所以硬接这部团不好接 所以干脆就把这套路放给对面 这个团确实 对于黑暗暴君来说 他们完全可以打 因为在团战层面的话 如果你 如果XQ在合道位置 去强行开这个黑暗暴君 张飞一个大招 是可以把九尾进场实际给它断掉的 对 而且 现在XQ他们想打团 其实条件比较苛刻 第一 是全侧的输出环境 第二 是九尾能不能找到机会 从侧翼突到对面的敌人杰的脸 而且要确保的是 他自己的大招的后两段 能够打到敌人杰身上 对 否则秒不掉敌人杰 现在就是这个上官瓦尔的输出环境 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对 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很合适的时机 他才能飘进去 他飘早的话呢 伤害全被吸收了 他飘晚了的话呢 又来不及 自己可能放不下来整死了 所以对于他来说 可能实际的判断 会更加的要准确一些 再一个就是上一波团战 苏裂大招已经用过了 用来砸到一个赵云身上 是 所以他没有一个苏裂大招之后呢 也不敢去接这波团 马上曹操就到上部去带线去了 导致这波是一个一招打斗 所以这条黑暗暴就直接放了 也比较难受 看到这边敌人杰是出了一个鸣刀 果然 这三件套配上一个鸣刀 是最好的选择 对 就你要出防御转 你就出一个 你别出一个铺枪针套 再出一个 这个蒙古董 再出一个缩甲 这是不可取的 不要全出肉 对 你打 其实现在九尾的这一手上官网儿 你很好克制他 一个蒙古董就可以了 对 他一个蒙古董他过来之后 他就秒不掉你了 对 他就需要有队友的输出 可能就是上官网儿 现在要配合曹操一起进 团战层面 现在接入九尽有着巨大优势 打到大后期 吕布装备成型 敌人杰装备成型 还要时刻小心 孤知火舞的一个扇子的消耗 对 确实现在XQ比较难打 现在XQ他们需要注意的 一个是 一天杰的战装输出 第二个是 不知火舞的进场切C 嗯 就是如果旋车进场的话 不知火舞一个踢 或者一站子 你就残了 你就不能再打了 对 这两个C位的任何一个都是这样 而XQ他们另外一个输出点呢 其实就是千层的曹操 而曹操到了这个时候 他的输出也比较疲软 没有吕布这么具有团战威慑力 他只是对后排有威慑力 没错 我倒是觉得现在团战如果想要打的话 黑人阶劲需要注意的是XQ 中路上官婉儿的一个消耗 上官婉儿的二一技能的消耗 伤害是很高的 不能被他二一技能拨到 对 只要不被他拨到 团战怎么都好打 但是双方都有消耗的点 对面黑人阶劲 黑人阶劲的话也是有一个九层的不知火舞 然后XQ这边是有个九尾的上官婉儿 两边都有消耗 所以就看谁跟什么 对吧 敌人阶现在存在一边 但是现在有敌人阶的存在一边 肯定是有优势 因为他射手推打真的很快 百里选择进场 他需要找时机 就我们看XQ这边的阵容 所有的英雄都是要找进场时机的 他不是那种能站桩 站桩跟对面输出拼打伤害的那种英雄 现在敌人阶我跟你说怎么输出 我觉得特别简单 嗯 站着打 然后呢如果有人来了 好 不如我控他 吕布控他 张飞控他 对 就所有人把所有的控制技能 全部留在 就留在敌人阶的身边 对 不要管其他 然后张飞手里再捏着一个救赎之意 然后再有个二线 走到来 这波脸探草丛啊 进局之后直接被秒 关键点哪 关键点哪 进场了 这波伤害能抓起来吗 被分摊了 张飞一个大刀劝退 但是不知火舞这个地方走不掉了 感觉 直接被秒掉 怎么说 好像守线能力不够了 不够 敌人阶能否顶住压力 有吕布有张飞 张飞没大招 但是上下路的龙 是 怎么说 好像中路的兵线被清掉了 有兵线 没波有可能一波了 真的一波了 上下路的兵线都是Hero久禁的 这波XU不回家守的话 真的有可能一波了 死亡一个不知火舞 还死亡一个赵云 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看现在 敌人阶他清线能力还可以 然后张飞手里有大了 他这波兵线等到之后 张飞应该是有大 对面可以强行入的 刚刚那波高地强行手 如果卡在张飞 我们一会儿镜头 主要张飞没大 张飞如果没大 吕布如果没大 这一波完全可以等中路兵线一波强上 放上下两路的外二塔 外二塔 对 其实很有机会一波 张飞没大 张飞没有大招 张飞是没大招 对 然后吕布的话 三波是有大招 但吕布这个英雄 五个人都在 激活的话瞬间就没了 没有张飞在前面顶的话 还是挺脆的 对 张飞这时候做出了激影 激影 激影加上精神之翼 两件装备 可以提升敌人杰的输出的同时 又可以保护他 激影太厉害 激影这个版本的话 提升百分之三十的攻速 对于敌人杰来说提升巨大 然后百分之十的冷却 对于不知火舞来说 也是一个提升 对 虽然我们说这个黑肉酒精啊 现在到他们一个阵容强势期 但是你脸探草丛这种操作再不要翻 不能再有了 第一次是九成的不知火舞 脸探草被抓 第二次是赵云 对 脸探草被抓 导致节奏直接丢掉 差一点被一波 是 这一波黑暗暴军的位置 开了苏联 开了三个 三个人吕布大招 封一下但是一个人都没跳到 赵云撒两个直接秒掉对面的选择 是的 不知火舞这一波的话 有没有机会还差一下 这一个一技能没有打到不知火舞 是的 但正面的团战 你打成了一波之后 敌人杰的输出环境还可以 但考招一个一技能震到了敌人杰 敌人杰 敌人杰并没有受到影响 实际上还有复活甲赛 上完完再等自己的技能有大招了 有大招了又有了 冬连再回头上天 打到两个人 直接把敌人杰打残 敌人杰有了一个盾 敌人杰有了一个盾 但是全盾的跟进 无间不追的全盾秒掉了敌人杰 少了一个核心速度位 只剩下不知火舞和吕布 没有好 没好 不知火舞 不知火舞这一波进场 就算交出去全技能 把复活甲交掉 也难以守住自己的高地 中间很慢 一扇子过去 吕布碰大招 刚刚好 跳过去金兵界 但是有复活甲站在之后 能不能守住 手术的一勾子已经命中了 吕布 没办法了 XQ 获得自己的手剩了 恭喜 XQ 大场积分 让二追三 上一场比赛 他们被RNG让二追三 今天他们完成了让二追三 这支新军 不能说新军吧 新血液 新鲜血液的加入 让这支XQ 似乎有了新生的希望 是的 他们战胜了上个赛季 连续两个赛季 在西部制霸的Hero久境 而这两个队伍 在本届KPL的常规赛 就只有这么一致的交手 是的 XQ今天 在输掉前两个小局的情况下 并没有心态爆炸 顶住了压力 在最后的三局比赛当中 凭借自己出色的个人发挥 以及良好的事情 但是不得不说 KPL究竟在这个赛季的初期 他们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对 九成也好 还是整个队伍的磨合也罢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好好加油 迅速调赏 XQ 五名新人 把掌声送给他们吧 期待你们接下来的每一场的表现 是的 XQ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整个KPL来说 他们是非常非常老的一支队伍 现在KPL六届元老 就只剩下两支 九尾 九尾 今天 让我们再次恭喜XQ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现场西部的一个小环节 就是获胜的队伍啊 将会来到我们的现场 给我们的粉丝签名 送出他们的一个这个签名照 或者是他们的纪念舞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小福利 来到现场的观众 将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所以 大家还等什么 赶紧来到我们的现场观赛吧 今天九尾当之无愧的MVP 他在镜头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刻 希望 所有人记住他 所有人都记住他 所有人 看一下本局的数据情况吧 这样比赛 虽然说 这边Hero已经很尽力 但是没办法 XQ发挥的更好一点 这五名新人 我觉得大家 这个赛季就是新人的天下 对 我觉得就是新人的天下 大家把所有的目光 都聚焦在我们新人身上 我觉得他们可以给我们的KPL 带来无限的可能 老人是沉淀 但新人是超越 我觉得这才是KPL 这才是我们未来的KPL 九尾啊 这名选手 三场比赛 第三场的上官玩 对 是第五场的上官玩 对 第四场的不知火舞 第三场的诸葛亮 想必今天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名正在冉冉升起的星星 将会走到何 走到哪一步 真的非常期待 期待他 期待他 和这一支我们的 六届元老的XQ 可以越来越好 是的 那么也是看一下 两边的一个数据情况 确实 在中期的时候 XQ的这边阵容要更好一些 黑肉酒精在后季 有很大的机会能够翻盘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 很可惜 他们两次葬送了自己 能够去拿出主动拳的机会 对 真的 这一波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人头是让的 真的是让的 你看 打残之后 淘操回头 这时候已经在停手了 已经在停手了 淘操回头 不打了 上官网 他其实血量很健康 他可以继续再收人头的 两段一技能是能够收掉一个的 对 让人头 这就是XQ现在这些队伍 他怎么说呢 就是有了一个团队意识 他让人头这个观念 我觉得是很好 而且是把中和保起来了 对 保中和 这就是这个赛季啊 XQ经过了一场比赛之后 这是第二场 他们转变了自己的思路 他必须要有一个主心骨 今天让我看到这个主心骨 就是九尾 现在已经是3月15日了 对 12点了吗 对 我的天哪 我发现最近的比赛 很多天都打到了12点之后 来看一下 本局最佳 九尾 九尾 上官网 KTA五杀两死六助攻 局最佳次数两次 现在排在了联赛的第六位 第六顺位 是的 因为前面还有很多并列 不知道这个选手啊 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还能发挥的如何 希望他能保持 今天这样一个势头 对 是吧 好好的发挥下去 也希望Q有酒精好好调整 是 那么今天的比赛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我是瓶子 我是九天 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 给到采访环节 好 欢迎来到采访环节 我是主持人DOG 现在站在我身边的 就是刚刚天秀的XQ 九尾 请九尾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九尾 九尾 虽然刚刚大战完之后 还是看出非常的冷静 那我想问一下九尾 在刚刚这样一次苦战 战胜了Hero 这次强敌以后 现在你的心情怎么样 挺激动的 因为这赛季第一次首手 你这个激动真的是好假 一点都看不出来激动 手有点冒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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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们上一次是被RNG 让二追三 非常可惜输掉了第一场比赛 那么今天是让二追三成功 和上一次相比 你觉得队伍是哪里做得更好了呢 就我们这一次先输了两场 然后就吸取上次的教练 上次我们输了之后 就跟人都有点少 然后这一次大家团结一点 然后就吸取教练就回来了 就是不被让二追三的方法 就是先输两局 这样就没法被让二追三了 对吧 那么今天开玩笑 今天你也是对阵到了九成 可以说是咱们联盟最强的法师之一 那么你今天有没有压力 压力有点 因为他熟悉的英雄都跟我比较重叠 基本上他玩的我也玩 然后就压力还是会有的 有压力也有动力啊 你第三局是顶住压力 选出了诸葛亮 这是诸葛亮本赛季第一次登场 我想问一下当时你们队内是怎么沟通的 因为那是黑尔罗的赛典局 如果输了就没了 就是说放开打 然后我队友直接把诸葛亮给锁了 我还没说选什么英雄 他们就帮我选了 队友给我选他那时候 这就可见队友对你的信任 那么我们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九尾 既然首胜已经拿到了 也是打出了年轻人的气势 想问一下你们本赛季的目标是什么 先请问这个气候赛吧 因为刚上来 我们总比边更努力 一步一步就总这样上去了 我们发现九尾的发言 真的是老干部级别的 滴水不落 好我们也是恭喜XQ拿到首胜 也是感谢九尾接受我的采访 我们把画面交给评论席